上次跟大家分享了 如何用這五部曲 去探索這些 reacting masses from chemical reactions 的題目 今次會跟大家分享 如果題目有limiting reagent 應該怎樣做 複雜一點有一個九部曲 不過在說這九部曲 之前想跟大家 用上次題目重溫 這比較容易的題目 題目就是 Calculate the mass of iron produced given there is 92.8g of Fe203 題目就已經給了 一條 equation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能要自己寫 總之就是如果有92.8g 的Fe203 我當它是A 到底會出多少的Fe 首先第一和第二部 就是這個 mass of A 和Number of most of A Mass of A 多數題目都已經給了 之後我們就要計算 Number of most of A 除了Fe 56乘2 O3 16乘3 計算到0.58 第三部 我們就要看 Mode Ratio 就可以在比例上找到 就是 看到Fe203 G比Fe 這個比這個 比例就是 1比2 所以 Number of most of Fe 就是 0.58乘2 2 就是1.16 我們就計算了 Number of most of B 最後一步 我們就把 1.16乘56 即是Fe的 relative atomic mass 最後得出的 就是 64.96g 也是我們的 最終答案 你會看到 這一類的題目 它只給了 兩樣東西 就是A和B 即是它當 是有無限的CO 但是有時候 題目 會說 可能兩個 reagent 都給了一個 amount 你就要看看 哪一個是limited 再看看 到底最後會出多少 的最終產品 就好像這條題目 題目叫我們 A Calculate the theoretical mass of CO2 produced When 48.85g of COO and 5.04g of carbon powder are mixed and heated 今次我們就不是有 只有A和B 而是AB和C 我們不是有無限的COO 或者無限的C 而是它兩種的reagent 都給了一個 Exact amount 我們就要 Determine了 究竟A 還是B 它是一個限制的reagent 然後我們才可以知道 最後的產品 是出了多少 膠質出來的 那我就一邊說 題目一邊說 如何應用我們 這九個步驟 首先我們頭兩個步驟 其實都是找回 Mass of A 和Number of Most of A 我們的A 就是CUO 題目已經給了 Mass of CUO 是48.85 除了CUO 就是 63.5 CU 加O 16.0 得出來 Number of Most of A 就是 0.614 之後 我們就要做一件事 兩個都要計 重複一樣的步驟 不過今次就是計Carbon Carbon 同樣題目已經告訴我們 是5.04g Mass of B 然後 除了Carbon 12.0 得出來 這個Number of Most of B 就是 0.42 然後 這一步 就是之前沒有的 就是 Mass of A to B 我們就看看 A和B 在環境中的 Mass of B 是2 比1 換言之 我們就會知道 由於 CUO 它是 0.614的CUO 就是 一開始計了 它只需要 除2 即是 0.307的Carbon 是 完全 但是 我們現在 不止有 0.307的Carbon 我們有幾多的Carbon 我們是有 0.42的Carbon 代表什麼呢 就是 Carbon 是 第六步 非常之重要 就是 決定 到底哪一種的Reagent 才是Limiting 既然我們知道 C是In Excess 換言之 CUO 就是 Limiting Reagent 當我們去計 那個 Mass 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 拿 0.42去計 而是 要拿 0.614去計 因為 CUO 是 Limiting Reagent 即是 它是限制了 最後的 Product 所以 我們 說 Mode Ratial A B C A B 看 到底 A B 是 Limiting Reagent 今次 就要用 CUO 來計 CUO 比 CO2 2 1 所以 Number C 0.614 除2 因為 2 1 0.7 最後一步 我們可以 測試 C CO2 我們看到 C 12.0 O2 16.0 乘2 乘回 最多 最後得出來的答案 就是 13.51克 CO2 產生 所以 大家以後看到 有關於Limiting Reagent 一些 Reacting Mases 的題目 就可以 使用這9部曲 做 做得多了 就不用 硬記這9部曲 你都會懂得怎樣去計 最重要是 去決定 計算A和B 分別有多少 Mode 看他們的Mode Ratial 然後去決定 哪一個是Limiting Reagent 先好去計算最後的Final Product 到底是出多少出來 不然整條數就會計錯 希望這9部曲 是幫到大家的 大家 記得Like這段影片 和在下面comment 也可以follow我Instagram 和email我 下次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 讀書心得 Bye Bye